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那时候就小孩子上学 然后我就到前面的那个书轩 然后去挂 上人用很多人事的东西来印证佛理 所以让我很容易去接受 对上人的著作看完我实在很感动 所以后来在师兄师姐的邀约下 才加入实际做子工 我的两个小孩都早餐 然后一个三十二个礼拜 另外第二个来的更是二十七个礼拜 其实像我小女儿 她本身是有所谓的 些许的脑性麻痹 我觉得后来接触上人的法以后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些都是来给我们成就我们的 因为这些小菩萨们 很感恩就是 有这样的菩萨造就 但是也 我也是觉得说 应该是 她是来让我们学习的 因为让我去调整我的心性 上人的那个菩提心药是 在美国的波音时间 有三次不同的时段 那基本上呢 我每一场都有录 然后因为我当时候 想要跟大家师兄姐做一些法的分享 小耳朵的录制 因为有时候 Satellite有时候 因为听后的关系 所以她的影像不是很Stable 所以基本上我录三次 只是有点像Spare 就是看哪一次的效果是最好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走电子书的推广 我只是希望说 帮上人多传法 这是我的 我比较想要做 这也是我从一进入持继来 一直在做的事情